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I 化出来的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你的咒语是什么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今年真的AI它会贯穿今年全场 既然得益问到 因为我刚刚在录影前就在聊这个问题 这是Microsoft的Beam 你可以透过Beam 它的生成AI影像的模式 去把一些相关内容把它生出来 比方说我就生了一个叫卡通图 然后飞龙 然后跳跃状 因为龙心大悦 跳跃状 另外我还给它一个叫做中国农历春节气氛 这个又是咒语 按了一下建立之后的话 它就会开始跑步 我刚刚已经跑过了 这个再给它一点时间 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先讲其他内容 好的 回到我们今天的封关日 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以来 不断不断的来给大家一些很棒很棒的一些内容 法人的看法 前瞻的思维 你会发现说 我们真的有给大家一些很棒的在Night上面 或者像是在YouTube上面 你现在在收看的 还破解了很多鬼故事 对 真的是 那我就给你看今年的选股方向 2024年 农年的部分的话 在农历年前或者农历年后 我觉得方向是一致的 包含像是政策加持 包含像是趋势成长 然后方向是涨价效应 那我也跟你说到了 像是鬼故事依然很多 虽然是农历年 但是我告诉你 前前后后 还是有很多的鬼故事 不是农历喜悦 这个真的会一直不断发生 但是在这个发生的过程的话 你反而要好好把握 挫杀抄叠 熟稳转强的好买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农 跑出来了 你看这个 各式各样的 对 这就是新的 新的图跑出来了 那这个是AI图 它就是卡通图 飞龙跳跃式的这样子的 深层农历春节的气氛 那这里 自己参考一下 这蛮可爱的 对 好那就继续回来到我们的内容 然后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的LINE上面 真的有分享一些 很棒的资讯给大家 比方说最近一次 那如果你有看到内容的话 你会发现说 在1月17号 也就是大盘在重挫跌破了季线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你看哦 报纸又开始分析 台股下跌什么什么 六大利空 什么ECFA 然后断交 苹果降价了 还有讲到像北韩射飞弹的 然后呢 我就跟你说过了 因为中国在射飞弹 在做军演的时候 台股都没有跌了 南北韩那些 那些比较像是题材性的东西 关我们台股何事 对 所以我就说到了 其实它的重点应该是在这边 外资的避险空单 在顺势下杀获利了解 那是在1月17号的盘中的时候 跟大家做提醒的 那甚至在晚上的时候的话 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压低结算后 因为它就真的是外资在做的动作 那我就看蹲低跳更高的行情 所以如果你有看我们LINE的话 那我相信的这一波的台股上涨千点的行情 你可以掌握得到 没错 在哪里 在这里 1月17号跌破季线 它是两根长黑K 然后跌破了季线 然后我在LINE上面 就跟大家说过了 外资压低之外 然后蹲低跳更高 这是千点行情 来到万八了 对啊 已经封关了 年后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上看上去 再看上去 然后你在往前看一点点的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们在10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 26号跟31号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叫做隧道 镜头 见光明 对 我们在LINE上面 全部都跟大家做过一些相关的提醒 我也直接可以开给你看 那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们就看重点就好了 这就是你看到的LINE 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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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每天每天 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内容 我就跟你说了 就是做梦行情跟 那个传统旺旗行情要开始启动 然后呢 黑手护盘的决心 前几次要守住的话 这次要守住也很简单 然后呢 再往前看 26号 盘中分享 就是这一个 隧道镜头镜光明 或者是31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到的是 我告诉你 这里 为什么跌 就是为下跌找理由啊 只是因为观望费的利率会议啊 这很多很多的内容 你回去看一下 那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就是 你该想到的 我们该帮大家看到的 我们都在我们的LINE上面 来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 跟提醒 所以这是在10月底 曾经给大家看到的 1900点的台股的飙涨行情 和这一次的1月17号 的千点的行情 都如你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LINE上面 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的话 尽可能的帮大家做一些 预先的想法 预先的一些分享 那你也会发现说 有更多更多的好康的话 都有来做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的Youtuber 我们的LINE 真的是跟其他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赶快定起来 加起来 对 然后另外今天的节目的内容的话 我跟你讲一下 今天节目会送你好康 包含像是2023 2024的上市柜的法人 获利预估表 然后会送你当一个投资周报 新春特别版 然后也如同我们最近 在跟大家说到的 因为年后 是我们全公司要求 我们分析师 把会员 就是加入会员的会费 去给他涨价 所以在 你如果在农历年看到的 这段时间 加入的话 都不会被调涨 而且我们会有 就是多送一个月的会期 好康的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要跟大家讲一些 相关的内容的地方 那其实在农历年后 我们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继续往上看 那为什么会继续往上看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以过去的20年来 在新春红盘的那天开始 甚至在红盘后的10天 跟20天的行情之后的话 都是偏涨 涨幅大概在平均 差不多在2到4%左右 然后上涨的几率的话 超过7成以上 那主要的原因的话是因为 本来我们在年前 就是偏观望的 那你有看到最近这几天吗 就是没有量 然后又在那边弄台积电 然后黑手在那边空来空去的 不给涨 然后又不会跌 那这些相关的问题的话 都会在农历年后 也就是金融年 会来看到说美股在创高 台股就要补涨向上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 知其然跟知其所以然 那主要原因之一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其实就是在作末行情 会接续会回归到基本面 那今年的基本面的话 就是看上 看健康成长 我也说过了 不是我讲的 是台积电告诉你的 是联发科告诉你的 是美股这些指标股 重量级的 这些领头羊们告诉你的 还有FED也告诉你 今天要降息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我认为回归基本面的行情 就是看上的行情 那另外会有季底的作战行情 也是我就说过了 那支投信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法人正在 买年不敢买 或者说法人正在 逢低在减便宜的 这些相关的动作 所以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其实我们的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用数据会说话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真正法人的一些行情的看法 那我们的YouTube上面的话 也都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比方说这是去年录影的 你会看到说 那个 葛日冲 对葛日冲 我就说过了 我拍完这片之后 就没有朋友 那他们就来跟我说 讲那么清楚干嘛 你把他们的秘密都破光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我们就尽量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呢 合同券商的话 也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 你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面看得到 如果你在过年期间打牌打到累了 或者是吃到太饱了 你想要看点就是有精神食量 有意义的内容的话 YouTube上面 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内容给大家 当然一个分析师 陈坤仁的YouTube频道 把它架起来 对 好来继续往下走下去的话 这样粉一笔的观念的话 或者像是一些操作面上面的内容的话 也都有分享给大家 就像去年在7月底的时候 8月的时候 我们就录制了一篇 160块的微创 已经充分反映2024年的本益比了 所以我说那时候的微创 我已经找不到任何去做追价的理由了 如果你有看到我们那片节目的话 你会发现说到目前为止的微创 都还没有看到160 不要说160 150也没有 140也没有 130也很 都很辛苦 为什么会这么样的辛苦 原因就是因为前瞻本益比的观念 在节目里面有分享给大家过 当然有人会说 所谓的前瞻本益比要怎么看 那我今年的获利到底怎么样怎么样看 所以我才会想说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就帮大家做这个分享 就是2023跟2024的法人获利预估表 那你就可以把我们获利预估表 在我的light上面 然后去把它下载回来 然后去把它看一下你现在目前手上的股票 到底今年把人怎么看你现在目前手上的股票 或者今年他到底能够赚多少钱 今年它的本益比大概可以估计到什么样的地方 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份很棒很棒的资料的地方 会在春节的时候来分享给大家 那这份报表当你把它下载回去之后的话 有几个重要的功能 像是排序篩选 因为它是用Excel方式去做制作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你想要做的一些相关的运算 把它做一下运算 比方说你看排序从大到小 或者是说来这里筛选 我如果只看成长 甚至如果你想要衰退的话 你可以去放空它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边点一下之后按一下衰退 你就可以发现说今年有谁是衰退的 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我也会跟你说像是 这边你可以看到像是计算的功能 把台积电的EPS把它算一算之后的话 说原来它今年的EPS有机会成长到 大概接近18%左右 这是市场上面的共识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今年敢这么大声说 景气恢复到健康的成长 因为它今年的获利就是要调升 它今年的看到的状况的话 就是真的是获利能够持续往上去做一个发展 所以是在今天要跟大家做 第一个分享的地方 预估表就在我的LINE上面 如果你想要把这份报表把它下载回去的话 请紧盯着我们的LINE的频道 上面会有一些很棒很好康的资讯 来给大家 继续往下走下去 就是你看到的淡恩哥投资周报 我也说过了 因为这个是我们给我们的会员团队 的一份很重要的投资的资讯 因为股票真的很多 从我们分享以来 就是你看到的快速浏览流行 倒立182% 强硕也是180几% 然后这是电影投控 一百三十几% 细微 讯新 然后讯达 系统 然后具有科技 最近那几天还在创高 然后M31 最近那几天还在创高 没错 他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吧 这个%数 我就没有把它更新到最新了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做好的资料 那你就会发现说 真的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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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票 都在这份报表里面 都在大人哥投资周报 那一样就是LINE 来分享给大家 LINE 来把它下载回去 加起来 好这个是你可以 就是好康的两大重点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的LINE 就像你现在目前看到节目上面的画面 就是小老鼠DAR888 那过年期间你加入的话 我还会额外送你神秘的好礼 还会送你三大的好康 因为我们的粉丝是越来越多 然后呢 YouTube频道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所以如果可以分享给大家的一些相关内容 我们就尽量的来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我的YouTube频道 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的YouTube频道的话是开放留言版的 所以假设如果你要跟我做一些良性的互动 良性的讨论的话 我们都非常欢迎 那当然 因为法规的关系 因为我们不能对非会员去做持股的建议 所以上面的话我们就是用方向 比方说你问我说这个趋势对不对 有没有成长 我们就好好来聊一下 那当然我也不欢迎批评的谩骂的留言 比方说如果你有什么什么郑志文 嗯 我就直接给他删掉 然后就是像前一阵子有人跟我说 你看那个什么什么00929 我那时候跟大家说 00929是值得你去做一个 中长期去做到分批进场操作的高股息 因为他就是越来越配啊 然后结果有人跟我说 他出息那天运运就跌 可是 其实你这样讲 因为那天我在跟他讲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他盘中就填洗了啊 可是如果真的收盘的时候再跌回去的话 我们就看中长期的展望啊 我没有在跟你说 我今天在做什么00929的当冲格日冲 不是我在做的事情 是有一些网红在教你做什么 什么高股息ETF的价差交易 不好意思扯远了 但是我会跟你说 这些好的商品 你要用对的方式去操作它 比方说像台积电 你就不是拿来做价差的 对 你也不是拿来做投资的 你就是拿来看它就是一个控盘工具的 你就是拿它的受惠股票拿来做操作的 看大做小的 对他会常常会报名牌给你 所以你就是要看着台积电报给你的相关的内容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观念 都有来做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往下走下去的话 我们还有更多的好康的资讯 可能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 来跟大家做分享 古墨利夹起来 因为有很棒很棒的精准的买点 就把它放到几十多 就可以有很棒很棒的买点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像是聚保期 那我们的聚保期的去年的绩效 也是相当的亮丽 如你看到的 就是去年有109笔的盛场 然后呢68笔的副场 那累积的获利的点数的话是9779点 那损益金额的话是195万多 这是期货的很棒的灵活多空双向可以操作的平台 所以我们节目 会有很多很多的教学给大家 会有很多很多的分享给大家 会有很多很多的正确的观念分享给大家 或者如果你看到的像是聚保期的财富自由计划 那我会告诉你说 几率操作赚大赔效 然后呢聚杀成塔 然后呢 复利翻倍达成财富自由 所以这是你应该很少很少 会有看到节目来跟你说 他怎么会跟你讲会有会有赚有赔啊 大家都不是都是天天涨零板吗 贝贝 我们的节目就是可以很务实的告诉你 用正确的观念 对 用对的商品好用的工具 然后把你现在目前看到的行情 就是好好的把它赚起来 你要有信心 然后你要好好的把今年 2024年金融年的行情给它赚到 因为今年除了景气成长之外 你还会看到像是美国要总统大选 然后你也会看到说 其实接下来会有不断不断的一些 复苏的想法跟利多 会不断的来做发酵 那我们节目就是在今天封关的这一天 那会先跟大家暂时告一个段落 但是我们在过年期间 那一样会有很棒的资讯来跟大家做分享 包含像是YouTube 然后呢包含像是Night 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丰富资讯 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频道把它加起来 那再次重申 因为年后真的会有一些就是公司要求 我们要涨价 所以在农历年前农历年间 那假设如果你还要叫我们团队的话 你可以用私讯的方式 用080年的方式来跟我们洽询 就是多送你一个月的会期 而且不会被调涨 会费的这一次的领红包 赚好年的方案 那年后我们就好好的把青春 红包行情给它赚起来 需要协助的话 用LINE 用0800来跟我们做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邀请大家现在就利用我们免付费的 你的ID 小老鼠DAREM888 小老鼠DAREM888 你可以私讯大人哥来参加我们领红包 赚好年现在加入 多送你一个月会期的活动 你也可以在第一时间 就拥有大人哥独家分享的 2023到2024上市贵公司的获利预估表 当然在年假期间 国际发生了什么样重大的事情 会影响到台股开红盘的表现 大人哥持续帮大家追踪 在LINE AT 在YouTube频道 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 也请您务必要锁定我们的LINE AT 锁定我们的YouTube频道 感谢你的收看 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帐号 ID是小老鼠DAR1N888 谢谢大家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